鄧妮爺說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那這些人是不是對其他的區域 就是城市裡面就看不起農村了嘛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一樣 所以你現在說台灣人看不起大陸人 其實某程度跟剛剛講的北上廣深四大都會區的人 尤其是北京跟上海 看不起鄉下的 農民工 基本上不是一許同工啦 是同許同工啦 概念是一樣的啊 那你現在說的是 這是台灣人特別瞧不起大陸人嗎 我覺得不是 他根本就是經濟先行 先富起來那些人 你可不可以 那台灣是不是先富起來 是啊 那你說這是台灣人特別歧視大陸人嗎 我覺得不是 他其實根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因為人本來就會有錢的人 就容易進入到一種 這本來就是偏見喔 就進入到一種瞧不起沒有錢的人 就這樣狀況 我要講我在越南遇到的情況 就是其實 因為我之前在越南 我自己創業之前 我有在越南工作過 那我有遇到那個台灣的同事 也是也是台幹 然後畢業沒多久 就來越南工作的 那他們其實就 相對越南人來講 他們對自己就有一種優越感 那他們覺得我在越南工作 我會英文 然後我就不屑去講越南話 那我也不屑去跟越南人去交朋友 幹嘛的 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比越南人 憂鬱 高一劫 對 但是呢 當他遇到白人的時候 比如說美國客戶 英國的歐洲來的 或者是澳洲來的 哇 他們馬上就矮一劫喔 然後遇到像日本的韓國的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友善 這個現象非常明顯喔 這在大陸有發生嗎 我不知道 我講我遇到的嘛 我遇到的這個情況 就非常明顯 就是 就是其實 其實這是人性耶 也是蠻可悲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在 從歷史方面來剖析的話 就是 從二十世紀 就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以來 其實亞洲人一直是被 白人給壓迫的 那白人是比較 相對亞洲人來講是比較優越的 嗯 所以我們亞洲人看到白人自然 可能血液的DNA裡面就矮了一劫 那我們自己在亞洲裡面 我們又分成那個ABC三等 我們可能比日韓又稍微低一點 但我們卻比東南亞的又高一點 所以 就是這種情緒 這種 這種叫什麼 他們不要再分這種事情 對啊 這個叫 這個叫有點像印度的種姓制度 你知道 欸 這是人類的本質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人性的 人性的一種醜陋的一面 所以也倒不是說台灣人 大陸人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有發現 Sean跟捷克兩個人在講的時候 我們根本覺得這件事情 它不是特別的台灣人針對什麼 它根本就是一群經濟 或是說有錢的人 他們就比較容易出現這種 好啦我總結一下 基本上這個現象呢 倒不是說我們台灣人 瞧不起大陸人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人性啦 就是說 你社會階級 或者是經濟基礎 比較高的 會瞧不起 社經地位比較低的人 對 我敢保證台灣人 絕對沒有一個會瞧不起馬雲 絕對沒有一個會瞧不起馬化騰 沒有人敢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這跟台灣人 調不起大陸人 這個是人性 我覺得 我覺得是人性 所以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 無論你有沒有去過對岸 我們會建議說 不要整天就是看台灣的那些新聞媒體 有時候你也可以看一下大陸的 我發覺其實我必須甚至填鬧一下 我們台灣目前的那個新聞 製作的那個品質 你現在還在看台灣的新聞啊 我根本又不看 我會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我們台灣製作的品質 也不是說品質 應該是說內容上面來講 那就是品質啊 很差啊 太...太...太局限了 就 我們的新聞就在報導 哪一家的那個便當好吃 試菜一湯 不然就哪一家 失火鄰居跟鄰居吵架 反正就是吃喝玩樂一些 新聞抖音化 感覺這個新聞是給里長在看的 然後就是一些 娛樂的 綜藝的 生活的 就很少有一些比較大格局的分析 深入婆媳報導 或者是一個大格局的國際的一些東西 在台灣的國際 基本上就是 只有美國跟對岸 這兩個國家而已啊 有的時候一些日本 那基本上比例很少 那大部分的新聞內容 都是什麼那種 哪裡的好吃的啦 然後哪裡 便宜又大碗 然後不然就是 什麼女生的裙子又被偷拍了 然後電車上有色狼之類 我已經很少看台灣的新聞了 那我覺得整體的 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有類似的狀況 只是程度嚴重於分 就台灣現在的新聞媒體太過於娛樂化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要檢討一下的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導致很多台灣人在長期在看這個新聞媒體 這個資訊的接收下面 那他當然眼界就只能局限在這邊嘛 因為媒體他給他的資訊也只有這些 所以再次強調這是你自己個人的責任啊 台灣人自己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覺得媒體也很大責 媒體我完全不把 因為我完全不對他們自己任何的希望 因為他們是沒有救的 好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下個議題 就是因為對岸的朋友 也有在批評我們台灣現在的年輕人 小確幸啊 不思進取啊 你覺得台灣現在的年輕人有這樣嗎 我覺得大陸的同學們 應該沒有資格這樣講 如果你覺得這句話是屬實的話 請你去看一下B站 我不知道B站 B站BP裡面完全就是小確幸啊 你知道B站所有的文化裡面 基本上就是建築在日本 手辦 動漫 有很多人日文 他考到一集是因為B站 你知道這件事情 裡面有多少日本的文化 所以你要說小確幸這件事情 或是什麼 看動畫 這些東西我覺得兩岸的年輕人 基本上都是已知的 因為小確幸的文化出現 來源在於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對於未來的恐懼跟未來的不確定性 或是說覺得根本沒有未來的希望 就是因為台灣已經二十幾年沒有掌薪了嗎 所以其實年輕人他對未來 因為為什麼小確幸 因為你做不了大確幸 對於你做不了大的東西 你只能得到一些小的幸福 所以你的人生的追求 只能有一些這種小滿足而已 某方面來講也是一個大環境造成的一個可悲的現象 因為以前我們父母那個時代 台灣人是可以靠薪水買得起房子 養得起老婆 養得起小孩的 但是現在你靠薪水是不可能的 而這件事情同樣也發生在大陸對岸那邊 去年底到現在更造成這樣的狀況更明顯的影響了 就讓整個對岸的經濟整個下行 所以還提出所謂內循環 內循環的原因就是因為今年的這個國際政治 因為你外循環不了 外循環整個都困住了 所以現在對岸的這個失業率等等 然後跟薪資的結構都受到 貧富差距跟甚至房地產的售價 都直接受到衝擊 很多年輕人年紀比較小 我們說95後他們都已經開始工作了 但是很多人都失業 那很多人都就算創業了 有一個小店 然後結果今年就爆炸 直接爆炸 你開餐館你覺得有辦法生活嗎 根本不用講那個 你連房租都放不出來 但是小確幸的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光講台灣的年輕人 第一個不現實的 而且另外一個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其實也不要只說台灣跟對岸 你看看日本 日本年輕人好像也是這樣 失落的20年 失落的世代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這一個世代共同面對的問題 對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也不只台灣 日本 香港 韓國 韓國年輕人壓力也很大 他們叫做什麼地獄半島 可能亞洲這幾個國家 剛好我們在父親那一輩 剛好都是經濟成長起來 那但是 在我們這一輩 就已經停滯下來 所以就已經 面臨到這個經濟的困境 所以其實這個是 我們這個世代 共同面臨到的現象 所以其實 誰也不要去說誰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 大家各自只能 活在這個環境 大家各自只能 各自努力 對 附帶一提喔 南韓自殺率很高 非常高 真的很可怕 南韓壓力也很大 所以真的 這個世代大家都不好過啦 也不要 所以 你要講 生活壓力那麼大 那也只能拿點小確幸 吃一頓好的 喝一杯好的 那 有的時候這個也是很無奈 簡單說是投期款 首付 然後拿去 花在自己身上 拿去玩這樣 你就付不起投期款 還有投期款 但四小龍出現 出生率低 結婚率低 然後這個 買不起房子 的這種等等的社會現象 你講這個結婚我要補充一下 現在的人真的是 就我知道的 台灣很多年輕人 對岸的也是 真的都不敢結婚 結不起婚 現在 誰敢結 我也講白了啦 兩岸三地 其實現在 女生地位也蠻高的 所以他們在尋找伴侶的時候 都希望 男生的條件又比他好一點 那他才願意嫁 所以導致現在男生有很多 就真的娶不起老婆 因為他的條件達不到那個 PUA追女班的澎湃發展 就是這樣來的 同學們 有些人就希望 你要有個房子 因為要自己住要有房子 沒有房子怎麼結婚 才幾歲要有個房子 很難耶 我爸就做得到啊 那你要努力一點 要不然就草莓租啊 所以台灣現在人口 真的已經負成長 對已經開始了 他基本上 結婚率也低 結了婚也不敢生 所以這是 結婚率低 生育率低 雙低 那這個現象應該在對岸也是 相信大城市應該都會這樣 發達區域基本上都是 日本也這樣 韓國也是這樣 剛剛講的這些 兩岸的一些社會現象 然後還有兩岸的 這種互相憎恨的 呃 仇恨來源 到底是怎麼樣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最後結論呢 其實一直都是很類似的 就是 你在憎恨這些人的之前 請你先去了解一下這些 憎恨的點 的源頭 到底是從何來呢 那也請記得多多看一下 才像你說 跟 我是劉傑克 還有羅恩好公民 這幾個頻道 然後呢 我相信我們會 我們不敢說 會給你百分之一百 絕對 你所謂理中客 嘛 理性 公平 客觀 完全百分之百 這是我們 基本上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是神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的 提供你我們覺得 理性客觀的 中立的一些 觀點跟看法 那 我補充一下 像你講到這個理中客 我要講 我個人啦 我從來沒有標榜 理性中立客觀 我從來不客觀 我所有的評論都非常的主觀 都是我個人的主觀 我沒有在講客觀 我不敢講客觀 那也不錯 對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很多是 Stereotype 就是客觀印象 然後有很多是大家彼此彼此 都有的現象 誰也不要笑誰 那有的呢 真的是我們台灣人 真的好像是這樣子 但是也不是全部 所以 這是我 我的看法 那我個人的 主觀的認為 所以我沒有客觀 所以請各位 網友 不要再用客觀 這兩個字來壓我了 很煩很煩 沒有他就算你不標榜 他還是會拿來壓你 我再澄清一下 客觀什麼叫客觀 你認為的客觀 那其實是你的主觀喔 那不是客觀喔 沒有沒有 會拿理中客這件事情來讚的人 本身就不是很鐵的一件事情 你懂嗎 所以不用再跟你 不用再解釋 因為那是沒有用的 好 所以希望呢 無論是傑克跟我 或是羅倫老師 都希望給你一些幫助 在無論是資訊來源 跟價值觀等方面的東西 那也很期待 大家後面可以在 我們頻道的留言板上面 多留言 如果說你的留言是 很高品質的 然後甚至我們三位 會直接把他選在 各自的粉絲專頁上面去公布 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獨樂樂不如中樂樂 OK 今天呢 我是劉傑克 跟柴翔影廚 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到底 台灣人為什麼被討厭 希望呢 以後兩岸不要再彼此討厭 下一次影片 很快再見 掰掰 掰掰